今天這條影片就教你怎樣用幾分鐘的時間 可以令到你出的Post片或Thumbnail 是更加有火花 Spark 今天歡迎大家回來 我是Unlock的PK 大家有上開社交回體 有上YouTube看片就知道了 你的圖和Thumbnail 能否吸引影響你的Post的點擊率 有沒有想過你用幾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做到這些令人印刷的Thumbnail和圖片 我們今天要介紹Adobe Spark的平台服務 記住它是免費的 我們看看Spark的網站 就是spark.adobe.com 上面的Tagline寫得很清楚 將你的想法轉化為令人驚嘆的視覺故事 使用Adobe Spark在幾分鐘之內 就幫你創造具有影響力的社交圖像 網頁或短片是否很吸引呢 我們看看它的網頁 它一開始就展示了一些例子 就是一些Template 再看下去 你會看到它可以做些什麼 就是幫你創造一些社交圖像 圖像 影片 還有網頁 短片都做得到 而且還可以創造完之後 立即幾分鐘之內就 export 或者是save你的手機 就出Post 你想想吧 你平時 我不知道大家做YouTube 或者出Post的時候 是否用很多時間去創造你的圖像 Thumbnail 加字 但在Spark我自己用過 真的很方便 它有不同社交平台的Template 讓你選擇完之後 很快去save和export 還要Post 它亦都支援Mobile App 我們看看它的服務 價格 看看價錢 其實就有分幾個level 入門的價錢 就是不用錢的 如果你是個人或者團隊 它當然包了多些的功能 Post 或者Multimedia的File 就會需要有一個收費 我們可以很快試一試 你按免費立即開始 就會跳到版面 給不同的方式你開始開啟你的帳戶 或者登入 當你成功開啟了帳戶 登入了你的Spark裡面的時候 你看到的版面 就有幾樣東西 一開始就問你 你想用哪一個平台來開始說你的故事 你看到Instagram Facebook 或者一些短片 甚至品牌化的專案 這部份就是在展示你創作的 Template 或者 Project 下面再給予更多不同的 Template Layout 你一看到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覺得很快就可以做到不同的東西 我們按一下檢視全部 它有不同類型的東西 社交圖片 或者這裡 有Twitter Instagram 或者Print 甚至廣告 它是很針對不同的形式的 Media 和Post 讓你去選擇Template 還有 簡單的網頁 或者一些影片 Slide Show 都可以做到 我們回去開頭 你建立一個專案 你就有得選擇一個類型 建立 然後選擇一個Template 例如Facebook的首頁 它就 Low Low 它一出來 就已經根據Facebook的Cover 赤寸出了你選擇Template 你現在覺得 我想選擇一個 在右手邊 這裡有個Bar 讓你scroll 甚至讓你搜尋 例如你搜尋Happy 這樣的字的時候 再選擇你要搜尋的類型 Facebook 你搜尋 它就會出了一些 Happy的圖 讓你選擇 讓你任意選擇你想要的Template 除了Facebook Youtube也做到 Channel的Cover 其實這裡也有得讓你選擇 你立即看到一些 很漂亮 已經設計好的頻道圖 我們選一張來試試 這個 好 拌勻之後 在這裡可以立即按到一些Edit 我們看看畫面的右手邊 可以控制有範本 有設計 在設計的時候 同樣有不同的Template 你選擇顏色 你套用一些顏色的組合的話 可以很快就轉到你的Tone 和Style 一按完 那些字就會跟著這個Tone 去轉 亦都可以有版面的配置 因為有時可能你出的Post 是一些組合圖 調整大小 針對社會在不同平台 出Post 出Story 或者Instagram Pinterest 我們現在用這個Template來做Edit 按一些字的話 你就可以改字 Double Click Title 你就改 Unlock Channel 改完字之後 你可以移動一下它的位置 然後你也可以調整它的字體 轉回去做白色 除了改這個之後 上面有些什麼你都可以整次Double Click 它來到去更新 Welcome All 改了它做藍色 那有些圖形在右上方 這個新增按鈕 就可以給你加圖文 字 或者是另外一些圖案 同樣都是 它本身有個很大的Library 讓你去搜尋好的Elements 我加個太陽下去 那就有個太陽出來了 那你Drag and Drop 大家有上網 又用開PowerPoint 這些其實就很簡單的東西 好了 我們加完圖之後 現在這個背景的圖 就是可以取代的 右邊就展示了一些免費的圖 給你選擇 你可以選擇 也可以選擇 現在這張相片做一些Filter 沒有Filter 有Filter 暗了 或者就給它顏色 現在我直接換一張上傳相片 這個上次大家都看過了 我們100訂閱的時候 哇 馬上完全不同了 感覺 我就移過一點 你喜歡再改字就改字 做完了 你可以按右上方去分享發布 或者直接下載PNG JPEG 然後下載完 你就可以放到你的社交媒體 或者出Post 這張圖已經準備好 做你的Thumbnail 或者做你的YouTube Cover 好 當你減掉完 回到你Login的畫面 你就會看到 多了你最近的Project 所以其實它這個平台 可以儲下所有你過去整個的照片 或者圖 如果你再想製造新的話 你就按建立專浪 或者在下面它推薦一些帥氣的圖 然後你使用這個範圖來編輯的話 就可以開始做你新一個Post 或者推廣 除了Desktop Version之外 它也支援手機 Version 同樣你上去App Store 下載SparkPost的話 就可以開啟這個App 你開啟SparkPost 然後登入你的帳戶 你一開啟的時候 就會看到在App 上會展示一些 其他功能的Template Premium 或者最新推介的Template 選擇了一個之後 選擇出來 就會開啟這個Template 如果你需要用這個Template 來開始你的設計的話 就按Remix this Template 就會拌下來 拌下來你可以點擊標題 字 圖 按照圖的時候 彈出來你可以把它製造 做你自己的照片 或者立刻拍一張照片都可以 好 用這張照片 你就見到一張很普通的照片 可能很快就已經變成一個Postar 這樣的形式 如果你需要再收拾一下照片 就可以選擇Enhanced 或者用Look 這裡就是Filter 剛才是網頁版都有顯示過 完成的話 你就會見到 我在電話剛剛加的一個新的Project 就會出來 同樣在我自己的帳戶裡 裡面剛才我寫的YouTube Thumbnail 或者叫Channel Cover 同樣在你的電話都會見到 所以你用了Adobe Spark的話 同一個帳戶 在桌上 甚至在電話 或者在你的Tablet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幾分鐘 就做到一個帥氣的圖 推廣你自己 推銷你的影片 你不單止是出社交媒體 我相信你可能在工作上 有機會需要設計Postar 或者是你要做Presentation的話 我相信Spark這個工具 都可以幫到你做很多很刺激的圖 來分享 很快就示範完Adobe Spark是怎樣 大家看完幾分鐘 你就可以從一些Tablet 很快就製造出帥氣的圖 希望幫助大家在製造你的內容 亦都有好的圖片 去分享給其他的平台 或者其他的途徑 今天這個Spark的介紹就到這裡 記得是免費過你 用Email登記就可以使用 多謝你看這條影片 歡迎你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CLS 留言 讚好 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希望幫大家解鎖更多的技能 YA 記得不要錯過我們之後 還有很多網站系列 網絡系列 全部都很棒的 記得緊貼緊貼緊貼我們的頻道 謝謝 拜拜 說完了